今天呢我们是一个文学饗宴 因为我们最希望的 就是能够在这个文学复刊上面 能够争得一席之地 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有点残忍了 其实宇文正老师一天很想回避的 就写上一件 不可以 不可以 你们如果有被退稿过的经验 有的话就举圈 所以除了宣节之外 大家都被退过稿的 哪一种写法 或者是哪一类型的文章 比较加分或扣分的效果 我最近才有一位作者 然后他在给我的信里头 他就写了一句说 你们最近有特别需要 什么样的文章吗 然后我同学说 你看说我们需要好的文章 好的散文的关键是什么 散文是有个性的 散文可能是所有文类里头 最贴近作家本人的一种文类 所以在写作过程中 其实我们是借由写作 去寻找我们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